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很多粉丝爱了我 让我测试了那种带充电口的排叉 安排轴器 我们先测试小功率的 运连家的一款产品 优势充电器 同时它也是一个排叉 设计的话是很新颖的一款数码产品 喜欢我这个频道的帖子们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轴器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咱们始终坚持各种数码产品的测试和拆解 必须做到详尽的测试和彻底的分解 开戏能表现的同时 咱们也要看内部的做工 电路各种元器件的情况 咱们话不多说 先开箱这个绿连 自冲磨合S6的多功能排叉产品 这个包装盒 白黑的配色 绿连的标识 自冲磨合的标识 有四个AC插座 一个USB-C口 三个USB-A口 功率是20瓦 这是产品的图片 背面是两张实拍的场景图片 和规格信息 调码信息 我们直接打开包装盒 盒子里面还有一张绿连的保修卡 排叉就装在这个环保的袋子里面 从袋子里面拿出这一个排叉 这个排叉点包装盒的重量是319克 单独排叉的重量是278.5克 也不是特别的重 排叉的宽度是75毫米 正面的宽度为89毫米 厚度为30毫米 从插头到这个排叉这里 刚好的长度是1.5米 这个排叉的线软直径为7毫米 三角插座 这上面有一个保护套 顶部两个五孔插座 背面还有两个两孔插座 电源的总开关 侧面这里有20瓦的标识 这一面有一个S6的标识 前后棱角做了光面处理 排叉正面 绿连的标识 这里一个Type-C口 三个USB-A口 内部舌片都是黑色 背面写着规格信息 自冲磨合S6 产品的型号是S620 名称是延长线插座 带电源适配器 技术参数这里写的是2500瓦 最高可以承受10A的电流 USB输入的话就是 200-240V的电压 Type-C口输出的功率是 最高20瓦 USB-A口输出的功率最高15瓦 总输出功率的话 就是最高设定的是20瓦 然后这下面有一个警告信息 这个是4类使用3C认证 非热带地区使用 和海拔2000米以下地区使用 循环10连 3C认证信息 咱们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这个线材上面 还有绿连的标识 有3C认证的标识 这里有一个三层 一平方毫米 也就是说这根线内部 有三根一平方的线揽 盖子上面这里有一个 MAX2500瓦的标识 这个是工作指示灯 这个自送磨合S6的外观部分 看完了我们就进入协议测试 我们看一下它支持什么快充协议 我们接通电源 打开这个开关 白色的灯光就会亮起来 我们看一下这四个充电口的 协议的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Type-C口的协议的情况 高通QC3.0 5V 9V 12V 3.6-12V 华为FCP最高功率18W功率 华为的SCP最高功率20W功率 三星的AFC最高功率24W 然后这是PD3.0 PD3.0点进去固定档位三个 最高是12V 1.67A 也就是20W的一个档位 还有9V 2.22A 苹果的20W档位都有的 然后这个DCP和Apple 2.4 两个基础功率 三个USB A口对于那些 小电流设备比较多的朋友 这个是比较友好的 这个就是A1口的协议 一个DCP基础功率 这个A2口 它也是一个DCP基础功率 这个是A3口 它也是一个DCP的基础功率 所以说这三个A口 对于那些小电流的 比如说蓝牙耳机 还有智能手表那些 都是比较友好的 我们用这个苹果13 Pro 来测试它C口的 20W功率输出的时候 看看这个自知虫磨合 它会不会发热 顺便来采集一下 这个充电的充电曲线 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是4% 我们只充到80%就可以了 这个苹果13 Pro 已经83个电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这个曲线图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很标准的 前面两分钟 低功率时段 也就是10W的功率 然后涨到20W左右的功率 一共充了15分钟 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 下降到16W左右的功率 充了7分钟左右 然后再下降功率 降到10W左右的功率 充了大概8分钟 再降到6W的功率 充了3-4分钟 就充到80% 充3%的电 充到80%的电 一共花了51分钟时间 这个充电速度 是非常标准的一个 苹果手机的充电速度 这个充电过程 我们一共采集了5张温度图片 大家看一下 第一次采集温度 8分钟的时候 它的表面温度 大概是37.7度 第二次采集温度 在16分钟的时候 它的表面温度 就升到了44度 第三次采集温度 在大概26分钟的时候 它的表面温度47度 第四次采集温度 它的表面温度是45.8度 第五次 也就是要充到80%的时候 它的温度为37.7度 这个温度并不是很高 20W的功率 我们室内的温度 17度左右 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 这一个自冲魔盒S6 它的一个充电兼容性 首先是米家的设备 我们看一下 它的功率有多少瓦 因为这个魔盒的话 它本身的功率只有20W 可以显示快速充电 启动的是PD3.0的20W 实际的真实功率的话 跑到45W左右 没有问题 这部手机是 Vivo蓝厂的S18 我们来看一下功率 显示的正在充电 真实的功率的话 大概在12W左右 这部手机是 三星的Loto 10家 显示的是 正在快速充电 一小时37分钟 可以充满电 真实的功率的话 大概在15W左右 这部手机是荣耀60 用它来测试 华为家的设备 也是一样的 显示的是超级快充 实际的真实功率的话 大概在16W左右 这部手机是 这部手机是 OPPO绿厂的Reno12 显示的是 正在快速充电 真实功率的话 大概在13W左右 我们这一波测试下来 这些手机 都是启动了9V的快充档位 这个放在床头 放在桌子上面 做一个应急的 慢慢的充电 这个还是很不错的 这一个产品 它主要就是一个充电插板 它的扩展性的话 是非常强的 用这一个Type-C口 给安卓设备 给苹果设备充电 都是没问题 三个A口 来给小功率的设备 来进行充电 放在桌子上面 也是非常方便的 想要A口多一点的 这一个是非常适合的 然后没有大功率怎么办 咱们可以用充电头来扩展 这个是新款的 140W的安克 插上去 大家看一下 这充电口变成多少了 不够的话 我又来插一个 又可以扩展三个 还不够用的话 我们这里还有两个插口 苹果的20W接上去 我还可以再接一个 库代科的30W 这样的话 够不够用 这个自充膜盒S6 它本身的功率 可以支持到2500W 拖这么多充电器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把你所有的充电头 插在这上面 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就是一个 可扩展性的 便携的充电设备 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 就是测试 这个自充膜盒S6 它的能量转换效率的情况 还有这四个充电口 温波输出的情况 这个产品 它只支持200-240V 所以说我们只测试 220V转换效率和它的待机功耗 220V50Hz的状态 大家看一下我软件 试试解评下来的画面 开机它的浪涌功耗 有1.7W 然后经过几分钟的测试下来 它的待机功耗几乎就是没有的 它都是0W 220V综合待机功耗 0W 5V3A 15W功率 220V输出 18.4W 这边直流输出 14.8W 则算下来 它的转换效率有80% 9V2.22A 也就是20W的功率 220V输出 23.8W 这边直流输出 20W 则算下来 它的转换效率 84% 12V1.67A 也是20W的功率 220V输出 23.7W 这边直流输出 20.1W 则算下来 它的转换效率 85% 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 这个自从磨合 4个充电口的 纹波输出的情况 5V3A 15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130.8MV 平均纹波 126MV左右 9V2.22A 20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123.1MV 平均纹波 116MV左右 12V1.67A 也是20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97.3MV 平均纹波在93MV左右 我们现在来测试 它三个USB-A口 它的纹波的情况 USB-A1口纹波 最高的时候 128.6MV 平均纹波 121MV左右 A2口纹波 最高的时候 126.1MV 平均纹波 也是121MV左右 A3口纹波 最高的时候 127.3MV 平均纹波 也是121MV左右 三个USB-A口 我们都是测试了单口5V3A 也就是15W的功率 这个绿联自冲磨合S6 四个充电口的纹波 都在国家标准范围之内 正常使用充电的话 对我们的设备是没有伤害的 这个纹波只要不超过200MV 就不会对我们设备产生伤害 这个绿联自冲磨合S6 外观小巧 放桌面和床头 都是很不错的 一共四个AC插座位 扩展性的话 是没有话说的 2500W的最大功率 应付四个140W充电器 或者更大功率的电器 都是游刃有余 自带的20W充电功能 一个C口 三个A口 应付苹果手机的充电 完全没有问题 安卓手机的话 也可以启动9V的快充 三个A口都是基础功率 专门应付小功率的设备 四个充电口交流温波 输出都在国标范围之内 无惧伤害 喜欢我视频的铁字们 记得意见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订阅小铃铛 点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后续会拆解这一个自从磨合 请大家持续关注 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